历经创办人黄崇仁 预言2017年景气会全面动起来 年终将至半导体业好望 像是历经已经连续三年 获利百亿以上 对年终奖金黄崇仁挂保障 应该会吧 会带动一次的全球的经济的 多成功我们要看 因为共和党或者说川普生意人 他们比较注重这种 实物上的经济的变化 对景气有信心 但半导体产业却面临大陆业者 开出三倍的高薪挖角 超过两百人 连前中华电信董事长蔡立行 也传出跳槽紫光 好友黄崇仁站出来喊话 他不会去突然跑去大陆 跟紫光合作这个 过去有大世界大型的代工厂 是想邀请他 他都没去 面对留言蔡立行也公开喊话说 没有这回事 但对于入场禁逼 黄崇仁认为台湾仍然有优势 制造成本 效率 技术 能力 台湾还是远远超过大陆 DRAIN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市场 我讲后市非常看好 因为三星遇到三星的手机爆炸以后 三星是必须要赚很多钱 董事长蔡新王者陈耀台北报导 大陆的气垫也 这个很大大小小的上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